五花斑斑 留在爱你 你们就放心吧啊 你们就 有我在 我阿子姐就不会被欺负的 你们也知道我这个脾气的啊 为什么走不离开我姐姐 因为要是我不在了 我姐姐就 伤心难过了呀 只有她一个人 对吧 她出来了 她出来了 我跟你们讲 她出来了 她一个朋友都没有 而且 而且我叫她回去了 她也不回去 她说她要等阿伟哥 她说她要等阿伟哥 所以她就迟迟没有回去 我们两个都 她就一直在那里倔强 我说 要不回家吧 等阿伟哥说 她工作忙完了 再来找她 她也不听我说 但是出来的话 也挺好的 也不是不好 就是在家里面的话 就是 哎呀 我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就是 哎 一言难尽 放心吧 娃子姐 哎 你们放心 娃子姐 被我保护得妥妥的 跟你们讲 哼 你们就放心吧 你们就 有我在 娃子姐就不会被欺负的 你们也知道 我这个脾气的 要是谁 我就 要是谁说 我肯定会怼回去的 我不会放过她的 我也不会放过 这样对我 阿伯姐的 我 只有 只有我能欺负我 阿伯姐 别的 别人都不可以 知道吧 在我这里 谁要是欺负我 阿伯姐 我就 不给她好 好脸色 而且 就是现在什么也没有 无能为力嘛 有些时候 就是 工作 这个 这份工作 都是辛辛苦苦 真的 哎 而且我说 我们两个 就是 没地方 就是那种了嘛 没有 有些时候 这个要紧嘛 然后 吃饭 也是吃那些 随便一点的 然后 我就跟我阿伯姐说 要不跟 跟爸妈说吧 然后她也不跟 她说 不要跟爸妈说 也是这样子的 然后 有些时候 就是挺累的嘛 有些时候 就挺累的 然后 我就想着 要不要去找阿川 然后 我跟我姐 商量过 但是 但是我姐姐的话 她说 不能去找阿川 然后 就没有去嘛 我就追踪一下她 我就追踪一下 她嘛 对不对 哥姐们 怕吃苦 享受 你在家吃的好吗 挺好的呀 还不错呀 你回家吧 我阿子姐都在这里 我怎么回家 要是我阿子姐在这里人是低不熟的 被欺负了怎么办 你们说对吧 哎 你们老是让我回家回家的 我跟你讲 要是没有我的话 我阿子姐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我跟你们讲 哎 真的是啥也不懂 你们就 只会在这里乱说 你看 我阿子姐这么老实 会被 会被骗的 知道吧 你们就不懂了 我跟你们讲 我阿子姐就是心理任怨善良 没有一点心机 我怕她被欺负 知道不 我爸 我爸我阿子姐被欺负 她这么老实 对不对 她要是被欺负了 她不 她被骗到哪里 哪里去了 我爸妈也会着急 我也会着急 她被卖了 她也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我 我肯定要找 照顾和我阿子姐 肯定要那种呀 保护我阿子姐呀 我走什么走啊 我阿子姐都在这里 我得要支持她 知道吧 她做什么 我也会默默地支持她 支持她 虽然我表妹没有说 但是我阿子姐 我我会支持她的 真的说实话 而且她这么老实 怪可怜的啊 你看人家说什么 她也听 她也她也说什么 对不对 都一点 没有一点心机 我跟你们讲 人要有一点点的心机 才好的 知道吧 不然 太善良了 老是被别人欺负 你们说对吧 哥哥姐姐们 一点点的心机 你看她这么辛苦 对不对 又给我做饭 而且现在我也没有找到工作 是吧 我阿子姐真的很老实 她很善良 我 大家都知道的 对不对 我现在都还没有找到工作 我想 就是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不知道有没有人压我 然后就 先让我阿子姐好好上班嘛 然后 我的找到了 我再去上班 你们说对吧 哎呀 你们看 我们住上下铺 我都没说什么 我阿子姐 我也不怪我阿子姐 对不对 我知道 我知道她出来 她也是为了梦想 为了过更好的日子 更好的生活 虽然说我嘴巴上不说 但是我肯定会 肯定会支持我阿子姐的 你们放心吧 我会默默的支持她 默默的保护她 要是他们店里面的那些人 欺负她了 我也不会让他们得逞 我跟你们讲 我阿子姐这个人就是 就是心态好了 老是被人欺负 知道吧 他也不会 别人说他 他也不会怼回去 别人说那些 就是很让人难听的话 他也不会怼回去的 他这个人 所以说我 我是 我要是被 就是 我的话 要是别人敢说我的话 我肯定不会让着他的 什么意思吗 对不对 莫名其妙的说我 我肯定不乐意了呀 你在干嘛 我在直播 跟上叔叔爱哥姐们聊天了 你小说一点 不要吵到阿姨没睡觉 有些休息 真的是 就不要废话嘛 对不对 不过你姐 在她身边 我没有欺负我姐 我欺负我姐 干什么 你小说一点 哎呀 我对于是很小声啊 不要跟她说 不要说了啊 我们 刚才我说的那些话 我爸的提到 这样子的话就不好 对不对 你说对吧 你也要跟叔叔爱哥姐们聊天吗 对啊 嗯 明天你就可以上班了啊 嗯 是不是很开心 对呀 那个环境还挺好的啊 就是那个 你行不行啊 我在想 这么大的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我就怕你不行啊 我跟你讲 不行也得行啊 我跟你讲 你得要那个好好的工作 知道吧 不好工作的话 我们两个就没得吃饭了哦 好好 你们住在哪里 我们住在那个 就是这个 上下铺 你看嘛 你不要跟叔叔爷们看 再会打心 啊 打心什么 反正我们两个都找到 往上 住的地方了 对不对 来 谢谢点赞 谢谢 谢谢加入粉丝团 你们在干嘛呀 都吃饭了没有 这么晚了 你说吃不吃饭吗 肯定吃了呀 对不对 有些叔叔爷没在忙 嗯 你们在哪里 我们现在在家里面了 我们找到一个忙 你知道吗 而且这个房子 你应该去找个算好的 好漂亮的 会去的哦 挺大的 你们放心吧 你们两个住的会很好的 放心我们两个 会成功的 你们说对不对 不是脾气要少一点 我跟你们讲 有些人就是欺负 故意 故意看不起我儿子 我们两个 故意 就是那种有些 还是有这样子的 所以我怕我儿子姐被 就是我怕我儿子姐被那种 知道吧 被骂 被欺负 因为她的话 她是太善良了 真的 所以我怕她吃苦 知道吧 所以我就 我才这样子的 知道吧 哥哥姐姐们 你们要下下一幕 今天好乖 我本来就很乖 我平时都很乖 你看 好不容易出来 也不容易哦 现在 现在又好不容易找了个工作 对不对 现在又好不容易找了个工作 所以说我们 必须要加油 哎 但是有些时候真的想回家 哎 哎你自己去找事情 我肯定去找事情做 说要不然我儿子姐都没得上班了 我自己也去找个地方上班 对吧 不然我们儿子姐 我们两个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你看 你们看我现在化妆 有些时候都不怎么化妆了 因为那些化妆品都没有了 马上又没有了 所以什么都没买 以后有件了 什么都有了 回 什么都有了再买 你们说对吧 没有胸膛 我没有胸膛 我只是 哎呀 有些时候 太怪可怜的哦 他这么善良 你看他这几天也瘦了不少 都忙心忙 都跑戏跑的 这里找工作 那里找工作的 你们说对对 我心里面也 就是很那种 知道吧 你们也感 感受得出来 就是养活自己 就真的非常好了 阿伟转了五千 不知道啊 谁知道 我可不知道这些事情 应该没有吧 反正我是没有的 我阿伯转非常的善良 所以我不想让别人欺负他 只有 除了我 没人敢欺负他 知道吧 就 没有人能欺负他 知道吧 你们说 我是不会让别人欺负他的 你们看上次那个 公司里面的那个主官 一来不来就赶我们两个走 你们说对吧 他们哪一天被欺负了 对对 要是 我不在 他就被欺负 他就是太善良了 他老是被别人欺负 他也不说一句话 别人家怼他 他也不说一句话 你们看到了吧 上次那个人 让他走了 他说 哪里 哪里做错了吗 这样子的 哎 我直接无语了 他就是 他这个人啊 他就是 他这个人 我都很了解 我都很了解他 他这个人 他这个人 我很了解 所以他 你们也去上班 打扫卫生的吗 对对 你们说对吧 对不对 哥哥姐姐们 你们说对不对 而且 他们都知道 他们就是 故意 还故意给我们两个走 是不是吗 就是 明的 明摆着欺负 我们两个嘛 觉得我们两个不行 啥也不会 下巴了两个 所以他们才这样子的 我欺负我姐干什么 真的是 哎呀 烦恼 和你们有些人 就只会在这里 说我 那个女人可能被开除了 被开不开除的 就不管了 我们两个也不管那么多了 只要我们两个好好的 只要我们两个好好的 好好的找个地方办上班啊 嗯 每天就 嗯 赚着钱啊 在我这里 现在 最重要的是 找一份工作 知道吧 其他我都不想了 其他我都不想了 只想在外面努力努力一把 然后 开开心心 这点钱去 回家过年 知道吧 哥哥姐姐们 包括他上面的领导 这些不关我的事 真的 这些 不管我的事的 各有什么关系 对吧 被开除了也没跟我关系 我只要把自己养活哈 对对 我现在我自己都养不活自己的话 我还管那些 乱七八糟了 干什么 妈妈在家里面了 我妈妈不是回来吗 她要过年晚才回家 她要过年晚才回家 她要过年晚才去 才出去打克 所以我妈妈在家里面 你们放心啊 奶奶的话你们就不用管了 你要跟着你姐姐去上班 不想怎么保护 但是我阿子姐那你的话 嗯 就是怎么说呢 我阿子姐那你的话 我跟你们讲啊 那你的话不要人了 只要一个人 只要一个人 所以我就 我就没事 没上 然后我也在找 我也在找 知道吧 阿卫 没有啊 她给我打钱干什么 对吧 她不是 那个吗 我们也不想连累她呀 对吧 而且 我们两个也会照顾好自己的 我们也要她钱干什么 根本就没有 我是不知道 你们说会 哎 不知道的 我是不知道的 这些 阿卫 也是 也不是 这个人 没事啊 我们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她不是 阿卫 她不是公司里面有事吗 对不对 我们要那种 就是 花位思考嘛 要是我公司 就是我公司出现问题了 我也会那种呀 对不对 在外面的话 她心里面 她太少年了 她就会变人欺负 知道吧 给 给那些人 脸色 笑脸给多了 人家就会得寸进尺 我阿姨姐就是这样子的 她就是心态好了 老是 老是让别人得寸进尺 我就 我就不想让她这样子 知道吧 别人骂她的时候 她也应该要怼回去 她不用怕 这不由我吗 对不对 嘿嘿 你们把这个贴上了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喜欢你姐姐的 没事 喜欢我姐姐 喜欢我 都一样的 其实 他们老是欺负 你知道吗 看下面那个主管 当时好好地跟她说话 她不听啊 她一直觉得我阿姨姐 是好欺负一样的 你们说对吧 你们说对不对 她就觉得我阿姨姐 就好欺负一样 烦了 真的是 当个主管有什么 了不起的嘛 对吧 你